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讲绘画分析初期的部分也讲了颜色 讲了各种投射物的解读的意义 那今天我们来讲讲房子的分析 房子在绘画作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属性 那么今天我们讲房子的分析 讲哪些内容呢 我们今天是从房子的四个部分去讲 第一讲房子的结构 第二讲房子的环境 第三讲房子的属性 第四我们是讲人与房子的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呢 先看两个画面 我们看看大屏幕 有两个画面 这两个画面呢 希望大家先记下来 左边呢 是一个绿色的房子 右边呢 是一个卡色的房子 这两个房子呢 就有所不同 我们看左边的房子这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左边的房子看上去就很单薄 然后呢 是在里面有个梯子 我们再仔细看呢 这个左边的房子呢 我们没有看到门和窗 然后右边的房子呢 是一个尖顶的房子 有门 有窗 然后右边还有个人 那么右边这个房子呢 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我们把这两个图呢 先记下来 后边我们会讲到 好 我们先看看房子的结构 第一个呢 先看整体的一个形状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两种房子的形状 那事实上还会有更多形状的房子 比如说楼房 比如说别墅 比如说还有这种柱状的 像宝塔一样的房子 还有城堡 还有蒙古包 还有坟墓房等等 它会有各种不同形状的房子 那每一个形状的房子呢 它都代表了画者的一个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 我们后边呢 会根据不同的房子呢 还会讲啊 我们现在呢 先看看它的形状 因为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呢 有一个词叫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呢 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他说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家庭 都有着自己的家族里的或者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内容 我们每个人呢 在成长过程当中 都会一直储存着像刚才看到右边的这样的房子 因为这种房子呢 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个信息 所以它叫集体无意识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 特别是孩子们 他们出生以后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房子了 他们看到的几乎都是楼房 所以呢 我们就会认为 孩子们看不到那样的房子 是不是就画不出来呢 不是 因为在集体无意识当中 它会储存这样房子的信息 当我们一到绘画进入很平静的时候呢 就进入了潜意识 当我们进入潜意识的时候呢 这样的房子就很容易画出来 就是它是在画潜意识里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房子结构画完了 是不是还有颜色呀 颜色 那我们看到呢 刚才的房子 左边是绿色的 右边是卡色的 嗯 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颜色的呀 有 每个人呢 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颜色这块呢 我们在前边绘画分析初级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解读了 各种颜色的投射意义 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用更多的时间来赘述这部分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前边 好吗 好 那我们来讲讲房顶 那我们看到房子呢 我们要从上往下来分析一下 房顶都有哪些部分呢 第一个房顶也有形状 有的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尖顶的 还有这房子呢 是平顶的 你看我们现在楼房都平顶的 那有的人也会画平顶 然后有的人呢 会画那个瓦 把那个房屋的瓦呀 画得非常的规则 非常的有序 看上去特别的精美 还有的人呢 会出线条的画几道 那这些呢 都是反映着 画者的一个性格特点 好 那我们先说一说 房子的这个平顶和尖顶 房顶呢 它属于一种常态的一个 集体无意识的形象 那平顶呢 它更多有一些压抑在里边 房顶平了 实现很多压抑在里边 然后呢 要是把瓦画得非常的规则 非常的细腻 这个人呢 是一个 非常 做事非常认真 这个 最初完美 就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和要强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房顶呢 有一个颜色呢 我要特殊讲的 就是红色 我在前面讲颜色的时候呢 也顺便带了一下 房顶是颜色呢 它的解读意义是不同的 因为房顶呢 在绘画分析当中 它更代表的是权威 房顶嘛 手 就是权威 那权威呢 一般都是代表家庭的父母 丈夫 单位的领导等等 就是权威的意识 一个概括 那如果房顶是红色呢 反映了画者对权威有愤怒的情绪 我们讲完之后 以后你们去观察 画房子 颜色在房顶涂红色的 人还是很多的 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 有很多不满的情绪 那有这种情绪的人呢 他们一般情况下 和领导的关系也不会好 因为多半呢 它是和父母的关系 房顶一般呢 会有烟囱 那现在呢 很多人画房子 是没有烟囱的 你们刚刚看到的 那两个房子呢 也是没有烟囱的 那是不是现在房子 都不需要烧炉子 就没有烟囱 就不画呢 不是这样的 房子上面这个烟囱啊 它是有解读意义的 我们来想象一下 过去呢 一到了这个做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每家的房子 这个烟囱里啊 都是吹烟疗药的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了时间 每家都生活做饭了 然后呢 就会有这个烟啊 做饭的烟冒出来 它也代表 这个房子的家里 有烟火 有人在做饭 我们过去呢 看过 这个 一些战争片啊 然后电视剧里会演 有的村庄 被涂春了 然后呢 其他的 比如说八路军 他们过来一看 老远看到这个村庄 没有吹烟 那就会知道 这里有敌情了 因为在做饭的时间 家家都会 去生活做饭 那烟囱是代表 这里边有人在住 那没有这个烟囱冒牙呢 就说明没有人在住 然后呢 作为这个外来的远处观望者 就会发现这里有问题 相当于这是一个 报警的一个信号一样 那么家里也一样 如果这个人画的房子 没有烟囱 反映了这个家庭 不常在家生活做饭 如果说有些家庭说 我也做饭呢 但是呢 要用那种 电磁炉做饭的 他也会画出 没有烟囱的房子 因为只有过去那种 生活做饭的 才是真正的 这种代表烟囱的 那么我们现在 好多家庭啊 都是订外卖 或者去饭店吃饭 硬囱有很多 所以很多家庭是不开火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 不开火呢 也反映了家庭的气氛 叫死气沉沉 我们用一个字呢 可以去代表 我们去理解啊 我们现在想象的一个家 我们住家的家 上面去掉一点 我们住家的家去掉一点 那变成什么了呢 对变成了种 种就代表坟墓 是没有吹烟的 没有升级的 那么这个烟囱呢 他还有一种解释 他还有一种解释 就代表 这个男性生殖器 心理学界的 这个施主 佛洛伊德呢 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这种柱状的东西啊 都代表了男性的阳具 也就是生殖器 所以呢 这个烟囱呢 也是代表了男性的生殖器 那如果这个房子上没有烟囱 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给你们一点充分的想象的空间 可以去自由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房子的门 房子有没有门和窗呢 大家看到了前面那两个房子呢 第一个就没有门和窗 右边那个就有 那过去大家都知道 门一般都代表的新门 房子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新房 那么这个门要是没有呢 说明这个人呢 是封闭自己的 不敞开自己 那你要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就很难 特别是前面我们看到的 左边那个小房 左边那个房子 你看他没有门和窗 而且里边还搭个梯子 从小梯子上上去 才能上到他所待的那个位置 我们在讲树的分析的时候 也讲了 树上如果有鸟窝 也代表房子 那就说明这个画者呢 没有安全感 那刚才我们看到 左边这幅画呢 这个房子也是这样的 对我们回头看一眼 这个房子呢 也是相当于那个鸟窝一样 说明这个画者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是很难相信别人 所以他会封住他的心门 那这样的人 你要想走进他的心里呢 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那右边这个门呢 我们看到了 他还有把手 那也要看这个门 是开着还是关着 如果这个门是开着呢 就说明这个人是敞开了 心扉等着和你去沟通 和你去交流 如果要是关着呢 那你可以问他 愿不愿意把门打开 这个需要和画者去互动 那大家都知道 窗户又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窗户是心灵的窗户 窗户呢 也反映了 反映了这个人的心灵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门呢 有大小不同 还有单门 双门 单门和双门 它敞开的意义 肯定是不同的 对吧 然后窗户呢 有的窗户呢 就没有 像左边那个就没有窗户 右边就有 有窗户和没窗户 他内心的反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左边这个人呢 他防御的很深 你很难观察到 那右边这个人呢 你就容易和他进行交流和互动 包括去交往出朋友 那如果这幅画是我们自己画的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是左边的这个样的房子 我们对自己有了了解 了解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 对 让自己建立自信 有安全感 然后自己主动的去敞开自己的心扉 因为你不走出去 别人很难进去的 这是我们要是自己画到的 如果我们要看到别人画的呢 那左边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他现在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要轻易的 一直和他去碰触他的内心世界 我们要和他先建立关系 先让他有安全感 愿意敞开心门之后 我们才能和他去沟通 要不然就会有一种比喻 比如说这种龟壳类的 贝壳类的和龟类的这样的海物 你轻轻一碰它 它马上就缩起来 就用龟壳啊 贝壳就防御起来了 那这种人呢 左边画的房子这种人 他就属于这种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触碰 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然后我们看到了 有窗户的人呢 他愿意和你进行心灵的沟通 然后有的人呢 在窗户上呢 会画窗帘 有的人会画窗帘 那窗帘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窗帘呢 它既有修饰的 也同时有一种 半折半掩的那种状态 不像完全的那种 那么敞开 那么直接 我们对不同的人呢 要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们对绘画了解呢 是首先要知道 画者 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该不该和他去往下 深入的探索 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房子的环境 我们房子呢 从上到下呢 从结构啊 我们都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这个房子 在什么样的环境的 一个氛围当中呢 因为房子呢 它也是一个家 也是我们的新房 它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状态 我前面说过叫一画一世界 那我们的这个房子呢 也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它在环境这种状态下的不同 心境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看栅栏和围墙 有些房子呢 就会画一些栅栅和围墙 这个栅栅和围墙呢 是对房子啊 对这个家的一个保护 它是起防御的 也就是说 这个画者呢 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没有安全感呢 他就会保护自己更深一些 那还有一些人呢 会画那种叫摄像头 会在栅栏或者围墙的四周呢 会画摄像头 由于我们绘画啊 是心理咨询中的一个技术 也有一个和心理咨询一样的 叫保密原则 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呢 我不方便给大家看 不方便全部呈现给大家 我只是跟大家讲 大家呢 去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将来你遇到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它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有一种极其不安全的感觉 有被窥视感 那就是内心的不安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房子呢 在海边 在沙滩 海边和沙滩 我们在前面初级课上讲过 海水呀 只要是水 它都投射的是情感的需要 那海边呢 那一定是更多的情感的需求 内心是很需要情感的链接的 那沙滩呢 大家知道沙滩是没有水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啊 把房子呢 就画在了沙滩的旁边 或者是在海边的沙滩上 沙滩是没有水的 所以画沙滩的人呢 是内心情感的枯竭 就是缺情感缺的特别的多 那这种情况呢 像我现在讲到的这些情况 包括上面柵栏的围墙 这些画者的主人 他们一般都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缺少和这个养育者 就是和妈妈的情感的链接 比如说 有的可能是去送到老爷家奶奶家 有的呢 可能找保姆 有的呢 还可能是这个送给别人了等等 这些呢 都会造成画者最深层次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啊 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 我掩盖他的所有的信息了 大家不要去想是谁 就说说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呢 把房子画在了沙滩旁 然后呢 我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就问他 后来他告诉我 他实际上呢 都已经出现这个心理障碍 心理疾病多年了 现在呢 他走出来了 然后也经过治疗啊 学习啊 所以他现在呢 也想从事这样的心理服务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讲的课程的内容呢 多半都是源于我的工作经验 因为我是用大量的 这个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 那我们不能说 我讲的所有东西呢 都是真理 都是必须 但是呢 从这么多年的验证来看 我现在讲的这些 都是真实的表达了画者的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用问话的形式问出来 好 那还有的房子呢 会建在水上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啊 想象一下 一个在水上 比如在海上 有个小孤岛 那个房子就建在孤岛上 或者这个房子就在了水中央 这样的作品是大有人在的啊 然后呢 你还会发现这种中间是房子的 它却周围没有桥 没有路 就完全封闭在中间的 这样的房子特别多 像我们去公园啊 我们会走过小桥 过河 但是它有一个链接 当它在中间没有链接的水上的房子 第一 它有水的这个情感的需要 第二呢 它有一个自我封闭的特点 就是它把自己隔离了 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它很少和外界接触 它不走出来 你根本没法去和它接触 还有的人 它自己就不走出来 因为根本没留住通道 像这样的人呢 就容易出现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 叫宅男宅女 哎呀 真的挺多 然后呢 他们在家里 任何人拿他们没办法 他根本不出门 这种人多半都一个是精神障碍 一个是抑郁很严重 这样的现象现在也常有 然后呢 在树上这块呢 我刚才也讲了 树上这块也是 它在树上和鸟窝是一样的 那在树上的房子也有很多人在画 那这个人呢 画着也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才会把房子建在了树上 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左边那个房子 有雷通的解释 也是没有安全感 那我刚才讲的这样的没有安全感呢 他们在早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都是有缺失的 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 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画者 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不要去伤害他 一定要保护他 让他找到那份安全感 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 今天也不便多讲 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 如果这个画是你自己画出来的 那我是建议你修改你的画像 对修改你的心理的画像 也会让你的生活发生改变 那我举个小例子吧 曾经有一个三年级的一个小男孩 妈妈呢领他去做咨询 做了一年多 做这个沙盘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一年以后 孩子那样不上学 然后妈妈呢 也在做这样的成长 也在学习 到我这来的时候呢 妈妈已经绝望了 决定要自杀 要和孩子一起自杀 为什么呢 原来是之前的咨询师告诉他 你家的孩子好不了了 一辈子都会这样 妈妈一想就绝望了 后来我跟妈妈说 说你把孩子带来吧 带了孩子之后呢 我还没样的画画 因为当时周围呢 有一些画笔 我就用这些画笔呢 给到他 我是想让他随意的画 但是这个孩子 他没有画画 他却用这些画笔呢 这个摆了一个环境 就摆了一圈 用这个画笔摆了一圈 然后呢 把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东西呢 放在了这个画笔的中间 我并没有让他摆沙盘 但是他可能摆沙盘摆习惯了 然后他就用这个画笔呢 也是用沙盘的那种形式摆出来了 然后我看到了 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看见的是这个孩子的不安全感 他就像我前面讲的栅栏 或者围墙一样 把自己围了起来 然后我就启发他 我问他 我说你要是把这些彩笔给撤下来 你会感觉怎么样呢 你要撤下来 会不会让你更舒服一点呢 我就这样一点点的引导他 慢慢的 对给到他安全感之后 然后慢慢的让他把围墙 慢慢的撤下来 让他把这些防御 让他内心不安的那些东西呢 从他的心理画像当中拆下来 我表达清楚了吗 就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画面 我们是要用办法去调整 是让他的心理画像发生改变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就来调整这个画像 我在讲绘画分析技术的过程当中呢 我一直有个愿望 就是希望 所有的人都学会绘画分析 首先来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改变自己 同时呢也掌握这个技术 去帮助别人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困境 所以呢我也提出了一个话题叫 我画我心尽万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掌握 这样的一个绘画的分析技术 让每个家庭都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家庭飘出欢乐和快乐的笑声来 好我们刚刚讲的这部分呢 给大家找了几个画面 我们先看看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房子呢 我们先看一看啊 它的颜色呢有点浅 大门很深 很红很重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房子呢 是有院墙的 两侧是有院墙的 然后那个房子呢 是有四个窗户 从这个房子的窗户来看呢 这是一个大房子 也是一个大户人家 我们看看大门 院墙的大门 对开大门 能看出这个家是很富有的一个 这个家庭 然后再看看那个房子的瓦 那个瓦是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非常的细腻 细致 很美观 那说明这个人 真的是一个很完美 很有能力 整个画面你看出来是很 应该说是很有艺术性的一个画面 说明这个人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那同时呢 也是这个标准很高的人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做事也是很谨慎心细 那如果领导要用这样的人 是最好了 让这样当会计 是不太容易犯错误的 所以呢 通过绘画呢 是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前几年呢 我去青岛 给他们心理咨询师 讲这个绘画课 我讲了不到一天的时候 有一个领导 就是我们讲课的那栋楼的领导 整个那栋楼都是这个领导的 然后呢 他就发言 他说 他说何老师 我听完你的课 我受到的启发 和他们不太一样 因为听课的人都是咨询师 他是一个领导 就是一个这一层的老板 然后他就说 他说 我通过听了你的话 我现在招聘用人 我不再需要扣他的身份证了 我通过和他的画画的对话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适合做什么工作 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呢 我就会说 这样的性格的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这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你看 他每个人接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他听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个人的收获和启发也是不同的 好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房子是有烟涌的 而且烟涌还冒烟 说明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很红祸 但是 这个当事人 画者 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为什么会更多的谨慎呢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缺少安全感 所以他更加的谨慎 然后中间这个呢 也是有院墙的 这整个就是给围起来了 这也是我前面讲的 极其没有安全感 然后呢 中间这个房子像不像一个城堡 是不是很像一个城堡 底下是双开门的 然后房子呢 在这个城堡的上面 这是典型的没有安全感 然后再看这个小人 在房子前面这个小人 就是一个裹货柴 我在讲自画像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到了 这样的人是没有力量的 那来看一看中间这幅画的画者 既没有安全感 又没有力量 像这样的人 我们不要轻易给他做分析 我们要做的是给他负能 除了给他安全感之外 还要给他负能 让他越来越有力量 然后右边这个第三幅画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带窗帘的 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两层的 底下的窗户和上面的窗户不一样 然后上面的窗户呢 带窗帘 明显的感觉 这幅画像一对眼睛一样 是吗 这样的一幅画 但是呢 这幅画的颜色呢 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很浪漫的 然后这房子呢 是有两个眼虫 两个眼虫 你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因为啊 有保密原则啊 我不好多讲 我有一幅画呢 特别的有意义 但是我没敢给你们看 因为我没征得本人的同意 那幅画呢 是两个房子连在一起的 用的是一个眼虫 两个房子连在一起的 用的一个眼虫 然后你们去发挥想象 毕竟我讲课呢 也是公开讲课啊 还是要讲的含蓄一点 不能把什么都讲那么透 你们可以去想象啊 我没有把画给大家看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了 房子的属性呢 刚才我也讲了城堡 城堡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还有别墅 别墅呢 它是一种表演性 有的人呢 画那个别墅 我画的特别的美 特别的漂亮 实际上呢 这种 这种外在的 是一种演示给别人看的 其实他内心呢 其实是很脆弱的 很自卑的 但是呢 他为了演示自己的内在的脆弱呢 他就会外在的 表现得更加的 呃 美好 呃 让别人去看到他 美好的一面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部分呢 我们都知道天平 对吗 如果这个天平 有一面 非常的高 那 天平的另一段 会怎么样 他是不是会很低 他是不是会很低 右边越高 左边越低 外在的演示性 表演性 越好 内在的空虚 就更明显 其实这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啊 不用绘画 也不用这个城堡 也不用这些 呃 什么表演性的房子 啊 这个别墅啊 只要这个人在和我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基本上 知道这个人 是在做表演 那他内心一定是很脆弱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能揭穿他 一定要给他一个至尊 让他保持这样的一个外在 让内心还能更好受一些 但是呢 我们要做咨询的时候呢 是要给他赋能 是要给他力量 是要给他肯定 让他内心的那部分 越来越有力量 好了 第三个草房 那草房呢 大家都知道 草房呢 它是很经不起 这个巨大的风浪 对吗 经不起巨大的这种 暴风雨 那草房呢 就是说明 很容易倒塌 很容易被吹垮 不像砖房 水泥房那么结实 如果仅仅是房顶 是草房呢 就是对自己家的 这个父母权威的不自信 比如说啊 有些孩子呢 特别的这个傲气 因为啥呢 因为父母是当官的 非常的优秀 那有些孩子呢 父母呢 比如说是 没有什么能力的 普通老百姓 或者下纲职工 或者是农民 然后就没有 这种依靠 不能靠自己的父母 来给到自己的一些 支撑 曾经我做的一个来访者 就是父母是下纲子工 然后自己呢 就非常的自卑 所以呢 他就发愤的去学习 到处花钱学习 然后在他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 亿万的 这个拥有者 亿万资产的拥有者 但是他仍然很自卑 然后他抑郁了 他有一天找到我 后来呢 我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给了他一些这个 启发 让他这个意识到了 看到了自己的能力 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就告诉我 他的父母就是 这种下纲子工 所以呢 他在亲手面前呢 就非常非常的自卑 他呢 就是画的那种炒房的房顶 好了 帐篷 大家都知道 帐篷呢 它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对吧 帐篷就是我们大家 在旅游啊 在游动的过程当中啊 去做的一些 这个临时大的 休息的地方 所以呢 帐篷呢 他本身就不是很安定的 那这种不确定性的画者呢 多半就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离异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的工作 就是那种 这个 经常这个 在异地 不同地方去换工作的 这样的人也有 还有呢 可能是父母工作忙 经常会是 这段时间在老家住 下一段时间在哪家住 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 那这样的画者呢 心里其实呢 也是不踏实的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每天呢 就是固定的回到了自己的家 心呢 就很安定 那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呢 就会有一种飘忽的 不稳的感觉 下一个阶段会去谁家呢 这样的人呢 心呢 也是不踏实的 也是没有安全感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 人和房子的关系 我刚才讲了 房子最后的那个 不确定性啊 房子呢 是代表了我们的新房 也是我们的家 那我心在哪里呢 那一个人的心啊 有没有归属感呢 还是我很踏实的 知道我的家 有父母在等我 我的家 有我的另一半在等我 还是我会远离这个家 不愿意回家呢 包括今天 我做的一个家长的咨询 那这个家长的儿子 就是远离了这个妈妈 就去到了别人家 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 那这种不愿意回家的人 心会安吗 对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 能反映了画者的 当下的一个内心的状态 那人在房子前 人在房子里 和人在房子的远处 都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刚才说了 人和房子的关系 就是人和这个家的关系 人和内心的关系 我在做心理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做的最多的 就是帮到每一个朋友 和自己的内在 内外在做一个整合 统整我们自己的内外在 我们有很多人的内在呢 是自力破碎的 有很多人内在是不整合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绘画分析呢 也是让当事人看到自己的内在的真实状态 然后去做一个内在和外在的 一个统一的整合 那如果人在房子前边 我们前面看到画面有 这个人就在房子前边 离家还不远 那这样的呢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和家离的是很近 可以经常出入于这个 这个自己的家 该出去做事就出去做事 该回家呢就回家 但是呢 会有一部分人呢 是画的房子里边的人 就是会画一个人在房子里边 那要看房子里边是一个什么状态 曾经有一个朋友呢 他画的这个人呢在房子里 趴着窗户在向外看 然后我问他 我说这个房子里的人在做什么呢 他说这个人在趴着窗户向远处眺望 再去向外边 眺望外边的海 向眺望远处的山 外边的景都特别美 有山有水的 旁边又有树 绿冲冲的 都特别美好的一个环境 但是他在房子里边 但是他在房子里边 当我问他之后呢 他说到了 他在房子里 是因为他不知道 我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出去之后 会有怎样的一个现状 那他内心是什么呢 对不确定性 其实就是不踏实感 那同时也反映了这个人 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封闭 那这个房子的主人的 这样一个画面呢 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就是西游记 西游记呢 唐僧取经的路上 孙悟空呢 经常会给他们师父呢 画一个圈 这个圈是干啥的呢 是保护他师父的 如果他师父自己走出来 是很容易的 但是外边的人要进去 是很难的 我表达清楚了吗 就是人在房子里 如果他要是不走出来 那确实一件很困难的事 那如果我们想帮助这个人 我们就还是要帮他 先建立安全感 先让他有力量 先让他敢于去面对外边的一切 然后他才敢走出来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一看明白了 我们就不用费劲了 我们把门一推开出来吧 因为外边非常的美好 我们自己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好 那最后呢 讲讲人在远处 一个人离自己的家很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离你的家很远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对我们中级班课程 一直在讲感受性 我们更多的先去练一下感受 当你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一个人离这个家很远很远 你有什么感觉呢 如果这个画面是我们自己呢 我前面讲了 防治是我们的心防 也就是说 我们对自己的探索 太少了 我们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太少了 我们学习绘画分析 就是要做一个读心术的功能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读心 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打个比方 假如一个房间里 好久没有人去了 如果这个房子里 好久没有人来过 这个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有很多的灰掉啊 灰尘啊 还会很多的一些什么 这个小动物啊 死猫烂狗啊 是不是都会有啊 那那些又代表什么呢 那些就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一个 布满灰尘的状态 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我们 会是乐观的吗 会是阳光的吗 对 所以呢 学习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开心和快乐 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 去擦净我们内心的灰尘 让我们的内心是明亮的 干净的 那我们的内心就变得愉快了 当我们的内心是愉快的 我们才能真正的快乐 否则 即使我们外在高兴一会儿 也是瞬间划过 因为内心仍然是不快乐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 首先是让当事人更多的是 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了解一下自己 去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内在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吗 好 那我们有关房子的分析的这部分呢 我就基本上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呢 看看最后这个画面 最后这个画面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 看到有几个人 在这样的大自然当中敞开了自己的双臂 敞开双臂的同时 其实就是在敞开自己的胸怀 敞开自己的心扉 我们看看这个右边这个大树 有金色的光 非常有能量的光照过来 然后我们看到了右下边 非常美好的这个房子 好 那我们在讲房子的过程当中呢 今天讲了几个部分 一个呢 是从房顶 讲到了整个的房子的主体 一直到门窗 也包括颜色和结构 我们还讲了 这个房子的 这个不同的属性的 比如说 这个像是 别墅啊 草房啊 城堡啊 他们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状态 包括坟墓 坟墓我就没讲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前面讲了 里边是没有人气的 死气沉沉的 那最后呢 我们也讲了人和房子之间的关系 像这幅画呢 我就更希望 这个人呢 最后走进房子里 对吧 那多踏实啊 在外边渐渐阳光 真的很好 但是最后 还是要回到房子里去休息 我们今天呢 是从这样四个方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 简单的分享 因为更多的细节的分析呢 我们的时间不够 将来有机会呢 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去分享 绘画分析技术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工具 每个人 只要你走进去 你就会爱上他 你就会喜欢他 你就会觉得 让你抽离都很难 因为他太神奇了 太好玩了 会让人发生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呢 用这样绘画分析的 第一讲和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又是初级和中级 两个部分 给大家分享了 有关绘画分析的 常见的一些投射的解读 和各种投射的意义 也包括绘画的人物 房子 大树等等的分析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家人 只要你认真的听完了 我们讲的绘画分析的课程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绘画分析师 同时呢 你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去帮助更多的人 走出迷惑 走出阴霾 走出痛苦 走出困惑 让更多的人 远离心灵的折磨 好 非常好 最后呢 我祝愿所有的家人 心想事成 美梦成真 天天开心快乐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爱你们 有缘 我们继续在绘画分析的课程里 相见 好 感谢我们家人的聆听 再见 再见